打造你理想的居家生活 红蚂蚁直专 贴近你的心 中广论坛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广论坛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黄世修 今天是8月2号 侯友宜在日本 前两天她传出 能源政策原本要在7月提出白皮书 但是因为侯友宜市长重感冒 就跳票了 她现在在日本访问中 即将要回来 但是能源政策跳票这件事情 大家都看得到 我也认识一些记者朋友 对这件事情有发表一些评论 不过大致上来说 大概跟我周一中广论坛讲的差不多 就是大家其实没有那么的期待 所以跳票这件事情 大家就拿来笑一笑 对但并不是什么严重的大事 对她来说可能也很严重 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严重的大事 因为我们原本就 没有对她期待 她提出的所谓能源政策白皮书 会提出什么东西 因为你盘算一下 她在五月底的时候说 她七月要提白皮书 可是当时国民党智库已经提了一个版本 她不要 那六月的时候她突然因为民调崩了 然后就说她要核电演绎 核能是她的选项 但是能源配比这件事情呢 她说要重新算过 智库那边就觉得很奇怪 我们其实也算给你看了 但你到底是哪里不接受 然后现在七月份也过去了 正式到了八月了 你就只缺一个能源配比嘛 但说穿了能源配比很重要吗 就是你不管提出什么样的数字 不管核能占10% 15% 或者是燃气占50% 40% 燃煤占30% 35% 战胜能源占20% 15% 其实Nobody cares 就那个不是那么的重要 当然对我们这种在做能源政策的幕僚 那我们当然会去细算 整个国家电力的能源配比等等 我们是会去算的 但是我们毕竟也打过选战 我们必须说绝大多数的选民 并不那么的在意这几个数字的差异 除非除非你今天提出一个数字的版本 大家只看你跟民进党的差多少 比如说你万一提出一个版本 是跟民进党几乎没有两样的 那蔡英文提出的版本是燃气50% 燃煤30%跟再生能源20% 那核能归零嘛 那如果说你提出的版本 燃气也是非常的高 那或许是50或许是45 一时一时减一点 但是差个5%真的有很严重吗 我觉得对一般的选民来说 我们不会在意那个5% 我们只会在意说过去这么多年 包括像我这样子的民间公共倡议者 那后来国民党其实也跟进了 就是说天然气的占比这么高 会有国防安全的问题 结果如果侯友宜之后的所谓能源配比 也提出相当高的天然气占比 那就说不过去 因为我们大家都内心 我们大家都知道说侯友宜内心 其实是抗拒核能的 他现在嘴巴上说核能是我的选项 但他没有说要用 他只有说考虑要用 但是到底会不会用 其实大家都不太相信 后来他又因为民调的关系 他又抛出了核二核三的言议 或者是核一跟核四的专家在评估 但是你很明显可以看到 他在讲核一跟核四的时候 是讲的心不甘情不愿 包括他说核一要专家评估 如果能够用才能够重新启用 但他不讲干储 干支储存到今天 还是卡在新北市政府手里 以高等行政法院 已经判新北市政府败诉了 新北市政府仍然不遵照法院的要求 公然的抗命 侯友宜目无法计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你要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 那也是你的权利 但是因为当时民调崩了 所以第一时间传说好 侯友宜就放弃上诉 好了那放弃上诉就定验了 那高等行政法院就定验了 你新北市政府就是要放行干支储存厂的水土保持执照 让干储存起用 结果现在新北市政府用一个很恶意的手段 就是说你台电要重送一份企划 为什么 因为我们当年推荐就整份退回去了 我们手上都没有留拷贝 我们的委员都没有办法审 你台电要重送 台电就说 你们明明法院的判决 就是直接照版本通过就好了 你说你手上都没有留底吗 不可能 而且相关的公文都有记录 如果你只是要开会 这些专家委员要手上一份看的话 你只要跟台电的承办人 烂一下说 那个水土保持执照 跟整个干支储存的计划 你PDF档给我一份就好了 因为在公文系统上 台电是在2018年 就已经行文给新北市政府 整份的计划档案 这个在公文系统都已经有记录 在法律程序上是完备的 如果新北市政府只是要开会审 要看文件的话 你只需要跟承办人窗口 拿一份PDF档案看 印出来给大家看就可以了 丝毫不影响法规流程的审查 但新北市政府现在就猜很硬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就要求说台电一定要重送 你不送我就不神 法院判说我们要放行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 我们也很无辜 都不是我们的错 我必须说 这个事情又拖了一两个月过去了 时间很快 就像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 就像流逝过去了 那你侯友宜讲合一 为什么没有人相信 是因为黄世修不放过你吗 侯市长不要这样被害妄想 拜托 不是黄世修不放过你 其实我已经好久没有讲合一这件事情了 真的 大家就发现我最近这两三个星期 其实我不太讲这件事情了 是你自己不放过大家 侯市长 而且是行政法院的判决 你公然的抗命 我觉得这是一种目无法纪 目无法治的行为 也难怪你之前在说 合一厂专家评估能用就用 为什么大家不买单 你自以为说 柯文哲也讲合电厂研议 我也讲合二三研议 柯文哲好像没有特别讲合一 我来讲合一 好像我这样就比柯文哲强一点 那这样黄世修是不是就不骂我了 黄世修真的懒得骂你了 黄世修一点都不重要 真的 你不要把黄世修放在心上 但是你讲出来的东西 你是要讲给大家听 你是要说服大家 让大家相信你是一个做事认真 真诚能够信任的人 可是你一再一再的背叛大家的期待 合四也是一样 对不对 多少的专家学者 其实我们私底下也都知道 多少的老师去跟你说 合四其实是OK的 是安全的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有疑虑 你其实可以跟柯文哲一样 你就说合四重新安检 那如果安检出来 没有问题能用就用嘛 那如果真的有问题 那就来追查到底是谁的责任啊 台电的核能处长徐永辉 当年测试合四的 要不要抓去关 他未照文书 写这种假报告 要不要抓去关 如果合四真的有问题的话 还是说他当年写的报告没问题 只是在2021年公投期间 被民进党收编 在公投辩论会上 公然说谎 但说谎不一定犯刑法 对不对 这个人做人失败 背叛专业 抹杀同人们的青春 这只能说是人格低贱的问题 他不犯刑法 人品差 不犯罪 不犯法 这个我们可以分的很清楚 我们可以唾弃他 但是我们不能在法律上把他定罪 但如果查出来 真的合四有问题 那就是有涉及刑法 独职罪的问题了 那徐永会要不要抓去关 对不对 许处长 您身家安顿好了吗 这是我在公投辩论会上讲的 当时民进党一大堆撤意说 哇黄世修公然恐吓啊 连蔡英文总统都点名我 还点名两次啊 哇我也是总统级人物啊 你要知道 蔡英文这个人很爱面子 他其实除了马英九以外 就同样是总统位阶的人以外 蔡英文不太点名这些在野的 或是民间的这些人士的 但是小人荣幸啊 获得蔡大领导亲自点名 而且还不止一次啊 这倍感光荣啊 原来黄世修何德何能 也是总统级的人物啊 真是非常非常惶恐 好我们再回来 所以为什么侯友宜讲 和二和三大家不买单 为什么侯友宜讲和一大家不买单 为什么侯友讲和四大家不买单 侯友宜讲说我都讲了啊 为什么黄世修就是不放过我 真的我要再强调一次 不是黄世修不放过你 是大家都不相信你了 这就是狼来了的故事啊 这个小孩子爱说谎嘛 整天为了好玩啊 狼来了狼来了 就大人赶到了 狼在哪里 我们要把狼打退保护我们的羊 结果啊没有 开玩笑的啦 骂你一顿 下次你会狼来了 大人又过来了 狼在哪里 看笑的啦 同样的啊 和二和三抢研议 大家专家学者过来 所以和二和三研议到底具体要怎么做 没有啦 我之后再讲啦 什么 和一要研议 大人专家学者就过来 所以和一研议 你甘处要先放行啊 法院判决你要遵守啊 再说再说再说啦 不是你不会玩假的吗 和四和四重新安检 然后专家学者过来 这个不是跟柯文哲差不多吗 不过也好啦 和四安检 安检是没有问题的 我要这个确保万无一失 而且不断现场勘愿 我要这么这么讲一大堆条件 所以你到底是有做还是不要做啊 就大家觉得说 一次两次三次 试不过山啦 这次是第四次了 我七月要公布能源政策白皮书 好那七月底了 啊我中感冒了 那我周一的时候我有讲啊 侯市长感冒这件事情 我们衷心希望他早日康复 一码归一码 可是回到公共事务的层面 能源政策白皮书 是从头到尾 只有你一个人在写吗 你侯友宜市长 还要亲自的一个数字 一个数字 一笔资料 一笔资料 慢慢查慢慢查 然后来一个字一个字的写报告 到时候我记者会要这样讲 白皮书要这样写 你们通通不要插手 我一个这是我的工作 我一个一个 每个字都是我亲自写的 哎 啊我最近两天感冒了 真的是没有办法工作 啊糟糕啊 开天窗了 delay了 我没办法如期交解 你不是吧 哎侯友宜市长 你不是SOHO族吧 你是单干个体户吗 不是啊 你有整个团队 不只是你市府的团队 你还有智库的团队 你还有党部的团队 还有这些学者专家 都随时在那边供你请义的 而且事实上 事实上国民党智库 五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把能源白皮书写好了 我们都知道了 当然细节还可以微调 但大体上的框架 其实五月份就写好了 只是后会有要不要的问题 那不要 那你为什么不要 你不要话 你自己写也可以 然后七月 说七月要公布 跳票了 跳票理由是什么 因为我这两天感冒 我们都当过学生了 我还当过老师了 这就是小朋友 玩了两个月的暑假 都没有写暑假作业 明天开学了 跑来跟老师说 老师对不起 我这两天感冒了 没有写暑假作业 我们这种当老师的 我们怎么办呢 我就说 好 那记得叫爸爸妈妈 带你去看医师 要按时吃药 早智康复 好好休息 好好睡觉 但是你暑假作业 为什么混了两个月没写 这不是你这两天感冒 能够解释的 然后还不止 我这两天感冒 可是明天开学 你要请假吗 老师我要请病假 我要去日本玩 你中感冒生病 然后你要去日本 然后暑假作业也没有写 不是 这三件事同时发生 个别发生 我觉得都OK 你说你感冒 OK 那你说你能源政策跳票 可能有其他理由 你说你要去日本访问 我觉得该去就去 但是这三件事情 同时发生 这就 这讲不过去了 于情于理于法 都讲不过去 所以你要我们怎么样呢 对不对 好 那当然我们现在期待 但我有稍微问一下 一些专家学者 他说 预定是侯市长 访日回台湾之后 可能再过几天 就会开记者会宣布 这个能源政策白皮书 但我还是一样 我们已经不期不待了 因为你 我们就比对前后的差异 你现在还缺一个什么 就是能源配比 但能源配比 这很重要吗 什么40% 50% 20% 30% 这个不重要 那个西部数字不重要 而且真正的争议点 其实在何能 你说太阳光电 离岸风电 要该多少 其实我们都是鼓励 多多益善 只是蔡政府过去几年 那种大开后门 然后让这些厂商财团 炒土地 或者是侵害生态 这种事件 屡见不鲜 这当然是一个破坏环境的非绿能 它不是绿电 它是血电 可是如果你能够做好生态保护的工作 然后也不要去侵害农田 余温 或是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 说真的 风电光电是可以多多益善 不是问题 前提只要做好 多多益善 我们一向是鼓励再生能源发展的 你不要那些反核人士跟民进党说 黄世修这种核电帮 都是什么 霸数风光 只尊核能 我们又不是什么霸数百家 只尊如数 不是的 我们本来 我们多年前开始 就一直是主张多元能源了 我们只是强调 第一个 风光毕竟 没有风没有光就没有电 国家需要稳定基载的电力 24小时稳定的供电 就跟你工作赚钱 跟打零工一样 你是要稳定的温饱呢 还是有一餐每一餐呢 我相信大多数人是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温饱 你先有基本 再求更好 第二个 相关的生态保护的问题 我们必须重视 原本绿电的利益是良善的 但是当这些绿电反过来破坏生态环保 它就变成了血电 那就不绿了 那就不绿了 或者那个绿 只是民进党财团口袋里面的money 不说谁 就是云报能源 就是赖品于他们家 民进党立委赖品于跟他爸赖敬林 云报能源 最近赚了风生水起 几年前资本额还1000万 现在好像到20亿了 我做的都是几百亿几千亿的大生意 对不对 非常有名 当然一切合法 谢谢指教 我孙说云报能源也都是合法的 对不对 不像阿扁政府当时很多一些贪赃贪污舞弊 什么 蔡政府执政全面进化 一切合法 谢谢指教 不管是高端 不管是云报 不管是一些阿萨布鲁的公司企业财团 一切合法谢谢指教 是啊 我悲观的说一句 就算真的能够政党轮替 虽然是要看起来希望越来越渺茫 但就算真的能够政党轮替 成立什么特征组 我说实在的 真正能把这些几百亿几千亿 甚至上兆的标案 通通都抓出来说 这个违法 那个违法 其实很困难 因为他们有些也都是走一些合法的管道 把这些东西洗白 手段很多 我们行内人都知道 手段很多 你真正说什么政党轮替 用司法把它定罪 其实还是有困难的 但是如果政党轮替 至少我们可以把过去八年 蔡英文执政之下的 一些中间游说沟通 官说的记录 相关的文件 接诸于世 即便 司法上未必能定罪 但在道德观感上 我们就可以清楚 原来过去民进党搞了这些事情 至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还是回过来 我知道的部分是 侯友宜从日本回来之后 大概再过几天 大概也快了 大概也不会拖太久了 他们就会择期的宣布召开记者会 公布这个所谓的能源政策白皮书 当然我大概 我这两天我大概问了一轮 就是相关的领域的专家学者跟朋友 大家基本上都毫无期待 毫无期待 所以又再度印证了一句话 爱的反面不是仇恨 是冷漠 这些朋友们 就相关领域能源 环保的领域的朋友们 连骂都懒得骂 他说侯友宜 提什么重要吗 对不对 提个能源配比 多几个阿拉伯数字 这很重要吗 不重要 因为他光是之前讲的那几句话 核能的 研溢的 安检的 我们就已经不信任了 因为一个男人 你要看他做了什么 不要看他说了什么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我再讲一次 一个男人 你不要看他说了什么 你要看他做了什么 侯友宜说 核电厂研溢 尤其是核一厂 那他做了什么 他继续卡核一厂的干处 那你要我怎么相信他呢 这么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我相信 不管是男人 女人 尤其是广大的 女性同胞的朋友 记得这句话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不要看他说了什么 要看他做了什么 好了 所以在侯友宜这一段期间 就 我觉得他 作为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现在各方各界都在说 要怎么去救侯友宜的民调 包括有传出 韩国瑜跟朱立伦会面 那韩国瑜跟朱主席说 如果到了九月 侯友宜的民调仍然持续低迷 要有备案 这个备案是什么 众说纷纭 那国民党智库的执行长 柯志恩 柯志恩就出来说 这个所谓的备案呢 就是用不同方法来拉抬 侯友宜的民调 这个叫备案吗 这不是选举必备的吗 每场选举在过程中 都是不断的在 拉升民调为努力嘛 对不对 我不太确定 柯志恩回答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呢 最新最新的 朱立伦说 根据国民党最新内参民调 侯友宜已经追上柯文哲 而且跟赖清德的差距 非常小 那宇弊 哄堂大笑 就是侯友宜啊 超科赶赖 你敢不信 我是不敢信 那很巧的是 ET Today也发布了一份民调 侯友宜好像真的真的 跟柯文哲拉得很近 而且好像跟赖清德差距 也在缩小 大家就很振奋 但是我们一看 因为ET Today的上一份民调 是两个月前 两个月前 侯友宜是远超柯文哲 ET Today的那一份 那现在其实是 侯友宜跟两个月比较 又再往下跌 柯文哲反而往上升 所以国民党这个是什么 喪事喜办 在那边自害 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我关心国事家事 我们学习装子的第一章 每一家都在为我们定义道 儒教有儒家之道 老子有老子之道 庄子有庄子之道 我觉得学习庄子 对我们生命中 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 在你开心的时候 你知道自己 要注意心平气和 在你不开心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 还很不够 还要继续努力 你不会在任何情况下 觉得我今天非常生气 非常火大 你觉得你生气的 非常有道理 不会 我们学习装子之后 这个负面情绪要拿掉的 心意跟努力的方向 是一定有的 不逆寡 不雄成 其实讲的都是一个 内在的心灵的行为了 蔡碧宁老师 正是时候读装子大完结 请上网搜 滋滋献上听 吴丹如 好物事集 幸福推荐 白发救星 雅无乐 护如法 终于开团够了 白发帽得好快 好讨厌 要一直不染 好麻烦 不想一直上美容润染法的话 你一定要试试雅无乐 雅无乐用银离子感光变色 只要简单一抹 太阳一晒 就能和白发说拜拜 不管是冰角 发际线 或是头顶白发 都能搞定 7月27号到8月2号 雅无乐光彩不如法 最低优惠 66折起 传购期间 单比应该满4000 就送价值420元的旅行组 很有限量加购商品哦 订购快上好物事集 02 2362 1968 欢迎各位天生朋友回到中广论坛 我是代班主持人黄世修 我们稍早前一段 讲了侯友宜的能源政策 原本说7月要公布白皮书 但是因为侯友宜这两天感冒 那所以两个月都没有写暑假作业 然后去日本 那过几天要回来 那据我掌握的消息 应该回来之后再过几天 就要公布持交的暑假作业 能源政策白皮书 不过基本上 我周围相关领域的朋友 能源的环保的 都对这件事情没有期待了 因为基本上只差一个数字 能源配比的数字 而那个能源配比的数字呢 我在一个多月前 我就在我们中广这个棚里面 我接受浅秋节的访问 我就说我20秒就算完的东西 而且讲给各位听众朋友听 你为什么要多算两个月呢 我也不知道 总之就是不期不待不受伤害 那有趣的事情在于 就在这个侯友宜能源政策跳票 8月1日开始算了 就跳票了 那郭台铭就提出了 他的中小企业政策 我觉得郭董其实也是蛮厉害的 他这不是第一次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呢 第一次是在6月19号 侯友宜去台大演讲 然后呢在台大那场演讲的表现 我觉得自有公平 不管你说成隐性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大家就自有公平 我就不多赘述 但很妙的是在隔天6月20日的时候 郭台铭发布了完整的能源政策 包括短中长期的规划 不只是核能 还包括了再生能源 还包括了新能源的开发 等等等等 这是一份非常完整的能源政策白皮书 就在侯友宜去台大学生演讲的隔天 这一次也是 郭台铭就在侯友宜能源政策跳票的隔天 他提出了中小企业政策 我觉得这个日期一定是算好的 他一定这个东西全部都传变变 他就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就是看你 好像你没有提政策 那就我来提咯 那我先说就是我自己是做政策幕僚出身的 那我们现在又主持广播节目也算是个媒体人 我们从第三方不管是从媒体的角度看 还是从幕僚的角度看 我必须说到底谁比较像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我就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当然现在国民党都会说 郭台铭你要信守承诺啊 对不对 你不是说5月17日的时候说要支持我们侯友宜市长 但那是有前提的啊 前提的是你国民党没有诈赌啊 结果你文传会公布的民调根本就作弊嘛 你拿一个月前的数字跟一个月不同家的数字 直接平均 然后说侯友宜比较高 所以征召侯友宜 这叫作弊 作弊就不作弊 郭台铭被骗了 他搞不好摸摸鼻子说 好啦忍气吞声啊 让你侯友宜去选啊 结果呢 你摆烂两个月啊 你两个月来 你侯友宜做什么 你政策提的不三不四 要你回答一些议题 又扭扭捏捏 九二共识也好 和能也好 你都心不甘情不愿 那讲了什么什么 三个分裂成三个版本的九二共识 什么鬼啊 你怎么在听马英九老师上课啊 你那时候去拜会马英九 马英九跟你讲了多少 苦口婆心 你一丁点都没有听进去 那后来金辅冲加入你的团队 你以为金辅冲很懂两岸 金辅冲跟马英九早就渐行渐远了 尤其两岸这一块 从头到尾都不是金辅冲操刀的 金辅冲当年也不是帮马英九操盘选举的 他是负责文宣 对他可能文宣下标跟控管媒体那部分很厉害 某种程度 因为我过去也帮人家打过选战 某种程度 金辅冲cover的范围 大概就是我熟知的范围 所以我完全知道金辅冲笔下那个三个版本的九二共识 是怎么想出来的 就只是为了凑一个对仗 去圆 在五月底的时候 侯友宜回答赖清德问题的时候 不小心露线的 他把九二共识直接等同一国两制 然后说我反对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接受九二共识一国两制 但是赖清德没有说一国两制 赖清德讲的是说你接受九二共识 后来就回说我反对一国两制 这很奇怪 所以金辅冲才帮他搞了一个说 我是接受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 我反对一国两制的九二共识 我反对被蔡英文扭曲的九二共识 但是你自己不也扭曲九二共识吗 你自己不也照着蔡英文路线的九二共识吗 那个污名化的版本吗 那什么叫做接受合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 侯友宜自己在念 但是他根本就不理解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 你表演我们不知道 就是其实这几个月以来 也是有很多的老师专家学者 去帮侯友宜上课 但是其实好几位老师回来私底下都抱怨说 感觉侯市长好像没有什么兴趣听 不知道他是听不懂还是不愿意听 但感觉他就是没有吸收进去 他可能心中还在想着别有事情 心中若有鸿湖将至 在想说会有大鸟飞过来 不想要听老师上课 老师有讲都没有在听 有可能说这个学生就不受教 他就不想要听你讲这些五四三 什么九二共识什么一中各表 有的没有的国家跟政府两岸之间的关系 太复杂了 哇呵呵做事 不受教 朽木不可凋野 能源政策也是一样 就我知道的 就有好多位老师在帮忙 结果呢 每个老师都觉得说 我们提的一个版本 他不要 他不要又不说为什么不要 他告诉他说都可以调整 市长你有什么意见 我们都可以帮你调修改都不是问题 他又不讲 所以大家就很困惑 那之后就算你要公布能源政策摆比书 我觉得就就公布吧 多一个配比嘛 那郭台铭这边反而他更像一个 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包括他的能源政策 包括他的经济政策 包括他的教育政策 对啊前阵子不是在吵那个 大学的学制还有高中 跟国防相关的一些东西 还有产业发展相关的东西 郭台铭那边就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教育政策 那这个地方反而 这应该是国民党的强项 据我所知 因为我自己也带过智库嘛 国民党有好多一些老师学者 都在做这些东西啊 那白皮书当然你说弄一弄 一两个月大概就弄出来了 据我所知应该有啊 可是为什么反而郭台铭比你先提了 而且提的还比你完整 侯友宜还停留在说 我在受访的时候 被问到这个议题 回答个一两句 但是那一两句也没有再回答问题 就是到样散 散A散B 到来散来散去 所以我再问一次 请大家把这句话记在心里 你觉得侯友宜或郭台铭 谁比较像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就他们目前为止的表现 先不论征召资格是谁 到底谁比像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我们进进广告休息一下 我关心国事家事 我是张大春 我爱读小说 更爱说故事 我在滋滋线上听 滋滋不倦的滋滋 我是吴顺令 我喜欢探索人生的各种问题 孔子 庄子 孙子 都是我讨论咨询问题的好朋友 人生无法避免竞争 但竞争的目标是共存 不是相互毁灭 所以我追求超越苏铭 不在了屈人这边的境界 我在滋滋线上听 大家好 我是王玉杰 您是慢性病患或年纪超过65岁吗 还是要小心新冠肺炎哦 除了接种疫苗 一旦有咳嗽 发烧等症状 就要快筛 并在五日内使用口服抗病毒药物 台湾该让症医学会关心您 谢谢跟我们准备节目了 新闻网 newsradio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回到中广论坛 我是代班主持人黄世修 在上一段节目呢 最后我问了各位一个问题 你觉得就目前为止的表现 政策政见议题等等的 侯友宜或郭台铭 谁比较像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那在YouTube直播聊天室呢 就好几个网友回复啊 有的回答郭台铭 郭台铭 然后郭台铭 治国的政策等等的 有人回答侯友宜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 太像国民党一贯的表现 好 那这个是我的舒适 所以我再问各位 第二种版本的问法 你觉得侯友宜或郭台铭 谁比较像是一个 构格的总统候选人 好不好 我们就撇开政党啦 侯友宜或郭台铭 谁比较像一个构格的总统候选人 好 这个自由公平 我没有说要 一定要各位回答什么答案 没有 各自各自的立场 但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在于说 上一次 6月19日 侯友宜去台大演讲 表现如何 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隔天 6月20日 郭台铭就公布了能源政策摆皮书 包括了短期中期长期的规划 非常的完整 我看过一遍 Masterpiece 这应该是找专家大师有请教过 写出来的东西 那这一次也是一样 侯友宜原本说 7月要公布能源政策摆皮书 8月1号挑票了 郭台铭就公布了中小企业的政策 这一遍他说 他说强化中小企业五支箭 有五项政策 成就隐形冠军孵化期 这篇脸书贴文的前大半段在讲 郭台铭其实不是富二代 他是白手起家的 他也是从中小企业开始创业 然后一路一路的走 建立他的鸿海集团 他就说创业初期 每天尬三点半 然后去到处借钱付货款 什么一大堆 然后也是拎着一咖公事包 到处跑遍世界 去争取订单等等的 所以他说当年 有遇到李国鼎政务委员 然后有遇到这样子 当年的国民党政府 有李国鼎孙运玄这些人 都是非常优秀的自国人才 那个年代的政府 是很懂得去帮助民间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 这个大家如果有在读一些 我们中华民国的近代史的话 应该可以读到这一段 我希望这部分应该 我们的公民课本 或历史课本应该还有吧 应该还有吧 希望如此 所以那创造了台湾经济起飞的 一个年代 事实上直到今天 中小企业都仍然是台湾经济的骨干 他不只是上个年代台湾经济奇迹的创造者 他同样是这个年代台湾经济的骨干 那比如说在2021年 中小企业的家数超过159万家 大概是占了98%以上的企业数 就是你那些熟知的大品牌 大公司其实只占不到2% 全台湾所有的这些公司 绝大多数98%以上都是中小企业 那这些中小企业的就业人口人数呢 有920万人 920万 非常非常的多 那全国就业人数大概有8成以上 都是在这个所谓的中小企业 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在 那种什么跨国财团大企业去工作的 所以郭台铭有中间有一句 他说厚实且具有韧性的中小企业 是社会稳定跟整体精进提升的关键力量 然后呢 郭台铭 我觉得他叙述这些政策的时候 他有一个既定的pattern 一个模式 他会先提出我们现在面临到什么问题 然后再提出解决的方法 一般来说我们在业界 我记得好像看过一些什么商业管理的书籍 大概就说 其实像这种领导管理的人才 我们预见问题 提出问题 然后解决问题 有时候我们预见问题 比如说我现在在创业过程中有些困难 但是我只知道我遇到的困难 比如说钱不够或者是订单不够 但是并没有办法把它具体化一个可以去操作的一个项目 所以第二阶段才是提出问题 为什么订单不够 为什么钱不够 那我们要如何去解决 然后提出问题之后 第三步就是真的要去执行去把它解决掉 所以我觉得郭台铭真的毕竟是商业界的这个龙头 他连在讲政策的时候 也都是顺着这样的pattern 他说目前我们中小企业的问题 遇到的现实难题有以下几点 第一个 面对美中政治的角力 全球工艺院从G20转为G2 中小企业要如何自处去应对 第二个 欧盟目前实行探边际调整机制 CBAM 探关税跟衍生的交易 中小企业又该如何应应 那这部分我觉得戳到蛮大的痛点 因为我记得民进党智库的副董童子贤 之前也公开的警告过 我们的能源政策 这么高的化石燃料占比 对未来企业在探税国际上会被严重的惩罚 这个是一个警讯 第三个 郭台铭说 AI人工智慧跟运算能力的革命 那中小企业面临到数位转型的瓶颈该怎么做 第四个 后疫情时代消费习惯 彻底的改变 那中小企业要怎么迅速的调整 所以他提出这四个问题 那郭台铭说 他说他看不到政府 在协助中小企业阵营上的一些作为 也看不到总统候选人 对这些问题提出他们的政见跟解决的方法 所以我刚刚说了 郭台铭 其实我觉得一个政治人物 尤其是在野党的政治人物 我觉得你光是提出问题 就已经很好了 绝大多数的在野党政治人物 大概做到第二步就是提出问题 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因为解决问题其实是执政者的义务 并不是在野党的义务 那如果成功政党轮替之后 那就变成你新的政治党的义务了 那你之前提的那些问题 你现在就有负责要解决哦 不过我必须说依照现实中 实务上来说过去这些在野的政治人物 大概到提出问题 能够精准的点出问题在哪里 我觉得就很厉害 能够提出solution的相对是少的 不止政治人物啦 其实我们名嘴评论员也是如此啊 绝大多数的评论员 在点评这些政治人物 能够精准的点出他们的问题 我觉得就算是够水准的评论员了 那真正一流顶尖的评论员呢 是在批判这些政治人物的同时 还提出解决的方案 告诉他们怎么做 才会有效 才会变得更好 那我就不讲这两类各是谁是谁了 大家自己心知肚明就好 那郭台铭对于中小企业政策 他提出什么样子的一些solution 解决方案呢 他说第一个 他要去协助中小企业组成工业联盟 强化订单竞争的优势 他说这个中小企业的销售 已经超过26兆台币 那九成是来自内销市场 那他认为说政府应该去协助 打开海外 开拓海外的这个市场 不只是打国内杯 要去打亚洲杯世界杯 这确实是我们中小企业 现在面临各国那种跨国财团的竞争 比较劣势的地方 那需要政府去协助 第二 郭台铭说要协助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强化面对产业跟经济的变迁的韧性 他说过去那个创业年代 灵活创新拼进 是我们的优势 但是现在全球产业跟经济都在变迁 那有大量的资讯涌入 新资讯的涌入 那中小企业要怎么去调整呢 因为不是每一个中小企业都有能力 去承接这样爆炸性的资讯变迁 那政府的作为又是什么 他需要这个东西 应该是政府跟民间企业要去合力 合力去解决的 第三 郭台铭认为说要引领中小企业发挥利基 去整合美日中小企业的形成策略联盟 他说不管对美国还是对日本 我们都说我们跟美国日本 要保持良好的关系 可是台湾好像这几年 在蔡英文执政之下 我们都是单方面的接收 美国跟日本开出的一些条件 那对他们有利 对我们好像未必有利 你说真正有促进具体的贸易上的整合 对国内的产业有利吗 好像也看不太出来 所以郭台铭认为说 不管美国日本或台湾 其实我们的企业是各具优势 我们优势可能在制造 日本的优势可能在技术 美国又是在新创 所以应该由政府出面去协助中小企业 去整合 形成一个策略联盟 就把那些放烟火式的外交政策 那种大撒币或是缴保护费 缴了保护费至少要保护我们吧 能够真正的去跟美国和日本 在产业上有合作来强化竞争力 否则的话 郭台铭提到民主供应链的关键力量 不是像蔡英文讲的民主供应链 只是拿一个口号来讲 郭台铭说既然我们说我们是民主联盟 那就要跟美国跟日本真正的结合成 民主供应链的关键力量 我们在意的是实质作为 第四个 他说要提供更多元弹性筹资管道 解决中小企业的经营的困境 那这部分是在包括像是出口连十黑 进口连八黑 那经济负成长之类的 他现在又有升息的压力 营收的压力 营运的困境 能力的短缺 所以就雪上加霜了 那其实也不只是台湾 其实全球都有这种中小企业的倒闭潮 包括像前两年的疫情 所以郭台铭认为说 在筹资融资这个部分 政府也应该要大力的去帮忙 还有包括鼓励一些外籍人士 人才来这边留学或工作等等的 这是政府努力的方向 那第五个 郭台铭的最后一个说 要用人工智慧 AI跟运算能力 去协助中小企业做数位转型 郭台铭认为 他是说AI这件事情 不是一个产业 也不是一个商品 甚至不是一个领域 他认为这是对我们人类思维 制造跟生活的改变 不管你喜不喜欢 未来AI是无所不在的 因为AI这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东西 就好像电脑 在20年前 30年前那个年代 电脑并没有如此的渗透我们生活 但现在你看 就是你出门在外 或在家里面生活 你接触到的每件事情 都有电脑的运算 包括说各式各样的电子产品 它现在的功能越越复杂 对不对 那些都是有电脑的演算 那这样电脑的演算之后 要更进化成AI 他不是说你要特别意识到说 这个是AI 那个是AI 所以我们要来弄AI 不是 而是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都有AI的痕迹 他变成一种根基 在底层的一个改变 所以人工智慧之后是无所不在 甚至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但是包括你看的节目 或是你用的产品 可能都有AI的协助 可是郭台铭也说了 他说中小企业 绝大多数都没有能力 去做这种的企业转型 数位转型 所以我们台湾 既然自称我们是科技宝岛 我们有科技优势 我们也有相关的人才 当然可能我们在硬体方面 不如这些欧美日 这些先进国家 但是我们的人才 目前还没有输 所以我们应该活用这个优势 去结合科技的优势 协助中小企业 做数位转型的超限部署 你在这方面的人才 跟软体的投资 必须要尽快 才能够抢得先机 或者至少不落后于世界 所以这是郭台铭提出的 中小企业五次简 我觉得都蛮具体的 就是他不只提出问题 而且他还提出了 solution解决方案 当然我不是说 这个解决方案 就是完美无缺的 他也是提一个框架 到时候要怎么执行 那有更多方方面的问题 我们在业界也碰过 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 执行永远都是最大的问题 但至少他把问题的框架 划定下来 也把解决方案的框架 也划定下来 那我做一个 政策幕僚出身的一个人 我看到这篇文章 我觉得 这真的是有请教过一些专家团队 去写出来的东西 那最后 郭台铭说 他说 所有从政者都应该切记 政治是为经济服务 为人民服务 除了谩骂抹黑公干之外 人民更需要的是 愿景战略和格局 台湾人民希望改变 改变希望带给台湾人民希望 他说郭台铭来自中小企业 跟深知中小企业的需求 所以我看到这个文章 我真的觉得 我还是要再问一次 我们中段广告文的那个问题 你觉得到底谁 比较像是构格的总统候选人 选举很现实 你说郭台铭提这些 具体的政见政策 有引起热议讨论吗 我也很坦白说一句 未必 就如同2019年 当时张善政院长 找我家进国政顾问团 然后我们当时各个领域的 专家学者老师们 都写了很多的政策白皮书 我有自信的说 当年我们这个国政顾问团 提出的政见政策白皮书 都是高水准之作 但也很可惜的是 那一年2020年的总统大选 从头到尾都在 抗中保台的狂潮之下 抗中保台这个咒语一念 大家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在那边嗨 没有人在看政见政策 所以同样的 郭台铭 这也不是他第一篇 他之前提过能源的政策 提过教育的政策 现在又提出经济的政策 而且事实上 我讲的更细一点 这也不是他第一篇经济政策 而是第二篇 他之前还有一篇 有机会的话 我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我个人对经济 比较有兴趣 不只是能源 我问了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郭台铭提出这些 完整的经济政见政策解放 还包括教育 还包括能源 我衷心的希望 是会大众能够把 选战的主轴 回归到政策政见的讨论 而不单纯只是说 你喜欢谁 你讨厌谁 那谁谁谁 好好做事 那谁谁谁 不守诚信 我说诚信这件事情 也是很抽象的 你说郭台铭当时 517又写了一篇贴文 说支持侯宇市长 可是那有前提 前提是国民党没有作弊 但后来被证明 根本就是作弊 第二个 前提是要能够下架民进党 但现在侯友宇 他就没有办法下架民进党 他就是掉车尾 那第三个 政见政策 侯友宇摆烂了两个月 他根本连政策都讲不清楚 这样子的候选人 如果让他继续选下去 也可以 我必须说这是他的自由 也是国民党的自由 侯友宇只要他自己不愿意退 没有人能够逼他退 真的 除非今天侯友宇突然想开了 就是我很抱歉 我的表现不好 所以我主动的退让 离让给不管是郭台铭还是柯文哲 才能够达到下架民党的最大目标 侯友宇从此名流轻视 就算他没有当总统 他名流轻视 可是如果他就觉得说 我虽然掉车尾 但是我就是呵呵做事 反正选输了 我回去做起定 那对不起 你是害了大家 或者说你今天突然脱胎换骨 突然政见政策议题表态 全部都做了百分百 那不可能 而且你这两个月就是没有做 所以不要怪蓝营小鸡焦虑 而是你本身母鸡 快要压垮小鸡 而郭台铭提的政见政策 大家就好好去思考 以上是今天的中广论坛 以上评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节目内容欢迎回到 中广新闻网YouTube频道 收听收看 我关心国事 家事 天下事 但更关心健康事 我是赵绍康 推荐每天中午12点 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 听医生的话 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 书